這個Sample,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基本在我這個講義裡面,就是在,這是上個禮拜的這個剪刀石頭布的範例 那這個範例之後,後面有一個,這個先跳過好了,正列的,我們先來看這個學習月份英文單字這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裡面的重點,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呢,這個程式裡面,基本上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我先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如何輸入,輸入資料部分的話呢,我們是利用那個Scanner 那Scanner,上禮拜最後的話,我有講過嘛,這個是Scanner的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呢,它是隸屬於在Java裡面的Utile的這個底下 所以如果你要Import的話,基本上如果你沒有Import,它會產生這個錯誤 那你游標移上去,移到這個Scanner上面,它會出現這個選項,讓你可以去修正 那它會有七個快速修正的方式可以用 那多半呢,如果你知道這個Scanner是在哪個套件裡面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它匯入進來,按下去,它自動幫你匯入 那匯入之後的話,會建一個這個物件的實體 那我們取得的這個取得的來源是從那個鍵盤輸入的那個,這個Input Stream裡面取得 那取得的話,這邊的話就會底下有個陣列 那陣列的內容,陣列,我想特別注意,那個陣列的方式呢 你這個中瓜湖,在Java裡面你可以放在變數的這個後面 或者是你可以放在Stream的後面都可以 兩種方式都可以 不過基本上,當然放在Stream後面這個方式 可能會比較正統一些些 我也比較建議用G的話,用G這個方式 為什麼?因為在C Sharp裡面,C Sharp也是也有類似,也幾乎一模一樣 因為C Sharp有八成的語法,跟Java是一樣的 那在C Sharp呢,中瓜湖呢,只能夠放這裡 不能夠放後面 所以如果你要學啦,我就覺得如果你要跨語言學習的話 你看就記什麼?記放在這裡 放在這個變數的後面 如果有個中瓜湖的話,表示這個後面的變數 它是一個陣列 那陣列我講過嘛,陣列其實就是有點像是一個變數 它把它做切割 那這個變數本來是一個Stream Stream呢,那因為我要放12個資料,12月份 所以我怎麼?切,有點像切蛋糕一樣 或者像一個房子把它做隔間一樣 那分別的話,把資料放進去 那放進去的規則我一直強調 它的編號一定是從0開始 所以這個編號一定是0到11 那它的長度的話呢 是12,所以特別注意 因為同學經常搞不清楚 為什麼編號到11就沒有了 因為它等於開始嘛 那它長度的話是12 因為從0到11,總共是12個 OK,那我們有12個等於是12個月份的英文字 分別呢,把它填進去 那填進去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亂數 謝謝